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划准备赖 赶快把钱捐出来 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成为VVIP 跟川普在十一月三号的时候 位于华府的这一间他的饭店一起庆功 所以应该就是普二的地方 就只有这里了川普饭店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一探究竟哦 很多人都在这里 今天是来的吗 有人很大名吗 80% 很多人都在这里 川普飯店是一百多年前的 郵政總局所改建的 它最漂亮的就是這個中庭了 尤其是它的屋頂 好 它的屋頂是透明玻璃搭建的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採光特別的好 剛剛有服務生也跟我們講說 四年前川普總統在紐約勝選的時候 他在華府大批的支持者 就是在這個中庭裡面替他慶祝的 我認為那些人會覺得他會獲勝 川普 你覺得這樣嗎 很多白的富豪女人都不喜歡川普 為什麼不 因為他們不開心 所以他們不喜歡川普 你們在說這個漂亮嗎 我就是 這裡就是川普飯店宴會廳的所在 不過在這裡也看到它上面已經寫著 是禁止大家進去的 而這個宴會廳總共有320坪大 外界也認為川普最可能舉行勝選之夜的地點 就在這裡 3D新聞 蔣宏如 黃倩平 您在華府的報導